好的 两位 那么今天上午几经是进入了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的第三天的议程 那么在上午首先由商务部的原部长魏建国先生给我们带来了开场的演讲 那么他在演讲当中就特别提到了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十分的看好 他特别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将会创造经济的奇迹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标杆 而且很有机会在未来的五年领跑全球的各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 那么今天上午还有两场的主题演讲 那么首先是关注到大健康的未来发展这一个主题 那么这一个主题当中在我们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面 很值得留意的就是它不仅有健康中医药方面的一些观点 尤其是与会的行业内的专家和嘉宾 特别关注到这个AI人工智能以及新的科技 在目前的健康行业当中扮演的角色和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那么最后的一场的一幕的这个主题演讲的活动 则是关注到现在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关键词 新制生产力 那么与会的行业专家和企业的代表 给我们也分享到了中国现在的低空经济的发展的现状 以及未来的前景 还有传统的重工制造业企业 也分享了自己转型升级的经验 那么为期三天的这个凤凰湾区财经论的映成 到现在已经是圆满结束了 那么更多的内容 就这几天所产生的一些新的观点 以及深度的财经和金融方面的分析 也可以在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各媒体端口 继续的回顾和分享 先把时间交给香港 好的了解 谢谢宇明